醉在夜空下 你就这样出现 你怎么会在这里 听阿伦说你最近很忙 只要你需要 我就会出现 我觉得我已经找到喜感 只要情假练习 这次面试一定能通过 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每天都陪你来练习 保证你能试镜成功 练习可以 但你别偷吃我豆腐 你哥说了要以毒攻毒 只有生活中适应了我 拍戏才能更自然 哥 别别别 撒 够了够了 你抱一下吗 真的够了 你抱一下吗 接个电话 打 前叉 喂 老赵 不行 我今天还要工作 我在陪斯大排练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要回去了 那好吧 一会儿见 赵雨晨约我吃宵夜 他说谈工作上的事 姐 我饿了 我也想去 带我一起吧 还有哥 今天多亏了他 又不请他一起吃顿饭 还有我 停 停 你当什么电灯泡啊 走 跟我练习去 不是 哥 哥 哥 不是 不是 靠你了 靠你了 我 你 你要不要一起去 你刚才吧 接完电话表情很为难 想要拒绝 而且在接完电话第一时间 就过来询问我的感受 这明你很在乎我 在你心里 我比赵雨晨更重要 我对我自己足够自信 对你足够信任 不需要采取盯人模式 自恋狂 我先去工作了 老赵 你什么时候到的 刚到 你跟我说要聊公司的事 什么事 以目前的状况看 作为代言人 斯达已经不可能了 可是呢 我想到了其他的办法 因为我知道集团 其实每年都会跟一些明星签约 作为集团的推广大使 他们可以为集团站台 也可以参加商业 所以我想把斯达签下来 只是不知道 你有没有兴趣 有 当然有兴趣 这样子既能提升 斯达的商业价值 还有知名度 更能够解决他现在 比较尴尬的处境 谢谢你 你的想法真是太好了 别客气 反正我也是借着工作的名义 见你罢了 那我今天有点累了 这个计划我们下次再聊吧 好啊 我送你回家休息 好啊 谢谢